那我印象最深 会跟大家见面 就是比KTV那会更早 跟大家看到一些 比较虐一点的 小虐一点的一些戏 但其实虐的话 也是两人互相折磨 就是两人互相都在 自己的空间里 很难过的那种戏会比较多 我觉得这更现实一些 更加符合当下一些年轻人 不管你是在所处什么行业 可能出于一些原因也好 就是两个人的一些感情状态的那种东西 所以大家应该会 共鸣感会比较多一点 我做演员最幸福的 应该就是可以不停地去变换角色 可以活在任何一个时代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子座 然后就很喜欢一些新鲜的事物 新鲜的环境 如果一直不变的话 我会觉得很无聊很寂寞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去变换空间 那像做演员 他尝试着不同的角色 穿越到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 这种感觉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哇那太多了 我之前推荐过的酸奶疙瘩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太容易接受 然后什么炒米粉 炒米粉应该大家也都差不多尝过了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看 哦是吗 哎呀那这个声音我得做起来 然后还有什么呢 大盘鸡 还有 啊羊杂 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吃一些肉类的 大家可以去 如果是素食类的话 我觉得凉拌菜什么的 因为新疆很多菜里都有肉 对可能素食 因为国外可能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些凉拌的菜 其实也挺好吃的 水果吗 水果啊 哈密瓜 西瓜 现在正是杏子当红的季节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杏子熟了